988新闻线 也是会outload上去的 所以要看画面的就是等一下再看了 但是现在呢 今天星期三 所以还是有个东西 要告诉大家 就是一周的燃油价格 看到星期周的三大燃油价格 是保持不变的 因为这从明天开始的一个星期里面 RUN95会维持每公升二令吉五仙 RUN97每公升二令吉六十仙 而柴油是每公升 售价保持在二令吉十五仙的 财政部长说 如果MCO3-0全面封锁经济的话呢 百万人就会实验 开宅节禁止探访 警方会用无人机监控 以及巡视住宅区 我国今天新增了 四千七百六十五宗的新病例 雪龙就占过半数 诺西山说啊 月中可能就会破五千了 疫情严重 护士忙累了 护士节向前线的医护人员致敬 今天五月十二号是国际护士节 卫生总监诺西山特此 祝福全国的护士 护士节快乐 他说护士就是医疗系统的一个心脏 对于整个医疗系统来说非常的重要 当这颗心脏停止运作 就是说所有已经安排的计划呢 也会受到阻碍 那诺西山就表示 金钱没办法衡量护士 对全国上下的付出 他是在脸书上面就发文 感谢所有为人民提供最好服务 和做出贡献的护士 那在趁着今天的这个护士节 也不是护士而已 因为整个医疗体系的工作人员 这段时间都付出了太多太多 那看到雪州沙登 新冠肺炎低风险隔离 及治疗中心PKRC的一个护士 他的名字叫做若哈斯马 他在接受马来西亚前风暴的访问时就说到 这个中心的病患人数从来都没有减少 在宅接月期间呢 病患更是暴增了两倍 所以面对大量的患者 这个医护人员除了是要提供治疗 还要照顾患者的心理健康 有的时候啊 他们甚至在傍晚开斋的时候 也只是来得及去 何况泉水是一颗这个蜜枣来冲击 所以配合今天的国际护士节 这个若哈斯马 他就促请所有的国人 在行动管制令MCO期间 好好的待在家里 遵守一切的防疫SOP 那帮助所有的前线人员 所以这一个部分是我们都可以做到的 他还提起说 为了防止更严重的感染蔓延 请不要在开斋节期间互相拜访 是的 医护人员真的很不容易啊 除了要面对庞大的患者 还要应付不配合的那种 就是患者啊 或者是一些人民啊 一名医护人员复杂 他就在推特上面分享了一则贴文 是关于他朋友 也是一对医生夫妇的经历 在吉兰丹州的巴西马县 一个小村庄 当地因为不断出现冠病 确诊病例 甚至有死亡病例 而被下令实施加强行管令 也就是EMCO 卫生部就开始在当地 进行一个大规模的筛检 可是很无奈的就是呢 很多人是不愿意配合 没有主动现身来做检测的 导致这些医护人员 他们被迫穿着这个防护衣啊 很多层的啊 要汗溜夹杯 又不是说随便就可以脱下来的啊 他们是挨家逐户的 去敲门 为这些民众做检测的 所以福扎就直接在 推特那边发文直呼 固执的这个社会 比冠病更难治疗 其实我只是想象他们的情况 我都觉得太辛苦了 而且真的是 一个一个将去敲门呢 所以看到以上的例子呢 除了是感叹人民的固执之外 我们也很衷心的感谢所有的医生啊 护士啊 他们真的非常伟大 所以配合国际护士节 马来西亚护理协会的副主席 祖卡纳呢 他就呼吁对那些护士 就是这个非常伟大的行业 有兴趣的人士 尤其是男性啊 踊跃加入护士的行列 其实护士这个行业 是非常严重的阴盛阳衰的 我们自己看的话 也是可以注意到说 比较多女性 看到根据卫生部 2018年的统计数据 在公共部门 不包括大学 医院的这些医护人员当中 这些人一共是有 八万七千多人的 里面男护士只占了 百分之二点六 大约就是两千多人而已 所以祖卡纳在接受 The Star的访问时就呼吁 有兴趣当护士的男性 要积极争取机会 而且是要踊跃去报读这个课程 那今天是国际护士节 也是开斋节的前夕 就在这一天 我国的单日确诊数 再次敲响警钟了 我国今天新增 4765宗冠病例 累计病例破了45万 达到453222宗 另外有39人死亡 也是破了这个单日新高的记录 那雪兰儿州是继续攀升的 这个新增病例 以2082宗新病例高居全国之冠 那吉隆坡就排在第二 新增540宗 换句话说 雪龙地区今天的单日确诊病例 就超过了2600宗 沙拉月则是排在第三 新增了405宗 接着呢就是柔佛州348宗 吉兰丹297宗 冰城259宗 吉兰226宗 霹雳172宗 森美兰122宗 马六甲110宗 这些都是确准三位数的地区 是一共就有9个了 那卫生总监诺西山就说 这个月5月中 我国的新增病例非常大 可能会再次的突破5000宗 单月5000宗 所以今天我们看到除了是护士节 是开斋节前夕 还有一个就是大家都应该不会忘记吧 今天是全国MCO的第一天 虽然大部分的SOP之前都已经公布了 不过呢还有一些今天是需要我们好好跟进的 第一个就是高等教育部宣布 所有大专生在MCO期间都必须进行线上教学 除了六组有需要的学生可以除外 允许他们回到校园去进行实体的教学 那这六组的学生就包括了有 需要进行实践实验临床训练 使用工作室工作坊 特别设备的证书文凭学士的研究生 还有学士学生还有研究生 这些可除外 第二个呢就是没有设备 或是因为环境因素而没有办法线上学习的学生 还有就是特殊学生等等 一共是有六个组别的了 那所有另外的学生都必须根据 已经宣布的回校日期还有SOP 在开这一节学校假期期间呢 回到校园去上课 那如果需要跨州或是跨线 就必须携带各自学校所发出的通信 知识通知信 是那如果要跨州呢 可能要遵循这个SOP 因为之前不是有宣布关于 供车人数的限制吗 现在是一个最终定案了 看到国家安全理事会 昨天晚上11点20分更新 最新的防疫SOP宣布 全国MCO期间路上的私家车 低视和照车就是电照车 只限三人供车 包括了司机 大家要遵守这个SOP了 另一方面呢 大马国家电影发展局 Fitness发出了声明指出 摄影活动是允许在最少数工作人员 以及没有观众 还有获得特别拍摄证书的情况下进行 这包括了工作室内的拍摄 戏剧拍摄 纪录片 动画 音乐设置活动等等 那当然也必须要遵守SOP了 另外呢 汽车电影院就是Drive-in的Cinema 也是允许开放的 同样要遵守SOP 但是我们都知道 这个电影院呢 在MCO期间是禁止营业的 现在问你财长就说 如果MCO3.0关闭这个经济领域啊 就全面关的话呢 百万人会失业 你的看法是 如果你觉得很担心失业认同开放部分经济领域 可以点选望 那如果你觉得很担心疫情应该关闭经济领域一段时间 可以点选SOP 欢迎收看嘴巴巴的官方Facebook 就是投下你的选项 加入我们今天现在我的话题 是 中国进入行管令MCO呢 也不能在开斋节期间探访亲友 那警方今天强调 将会在开斋节期间出动无人机 就是在这个鸟看的那种方式呢 监控住宅区 确保民众遵守防疫标准作业程序 SOP 吴嘉曼内部高级安全及公共秩序部的行动组 高级助理总监斯利古马就说了 警队会依据每个警区主任的要求 安排无人机去到住宅区巡逻 一旦有民众私下走访亲友的话 还被拍下了画面 就会成为这个公然群聚的证据 那至于公寓等等地点这些情况 警方就会去查看那些公寓的访客记录了 那斯利古马就呼吁民众 在这段期间如果发现你的左邻右舍违规的话 可以主动向警方投报 协助警方执法 所以你看警方的眼线到周围都是 不要随便的去犯法 不随便的不会犯法 那另外一方面呢 雪州总警长阿尊奈迪他说 警方将会加强巡逻还有监督行动 确保民众遵守SOP的 他说警方会加强整个就是聚集的地点 包括说开宅解释集啊 购物商场也会重点巡逻 那些被动态融合热点识别系统 也就是我们简称的 害这个名单 被列入名单里面的地点 都是会加强巡逻 阿尊奈迪他也劝告民众 应该持续遵守SOP 一起去就是对抗疫情的难关 但是他也不不委员的就说到啊 这个雪州还有吉隆坡 其实是紧密相连的 不不但是有这个老鼠道 而且还是有很多的大巷路 民众呢就可以 你也笑吗 完全就觉得很很可爱的比喻 对反正就是一个老鼠道 跟大巷路这样子呢 民众可以避开警方的耳目 轻易的去跨州跨县 所以他就说 警方唯有经常展开 这个移动式的路障 来检查车辆 确保没有人可以随意跨州跨县的 因为有看到有一些民众 他又在那种群组问 诶这个地区哪里有 这个没有路障啊 我就看到那个苏埃布达尼的 对 说他怎样去苏埃布达尼 那个苏埃布达尼的警方 就出来回应他嘛 诶多尼的车是哪一辆呢 对 那另外呢 也看到沙阿南警区主任 巴哈鲁丁也表示了 沙阿南警方将会 趁今年的开斋节 不定时就随机走访民宅 用突击检查的方式 去看民众 有没有群聚或者是互相拜访 一旦发现就马上开出罚单 那除了监控处灾区 避免民众在开斋节探访呢 警方也是会严查州县的 这些老鼠道嘛 那全国警察内部安全 与公共秩序局 总监阿杜拉辛就揭露 也有人为了在开斋节 跨州月县拜年 企图走老鼠道 他就提醒这些不安分守己的人呢 千万不要挑战法律了 因为警方是不妥协的 还会严办这些违反SOP的人 他也透露 警方就采取了一些防范的措施 比如说 在这些地方就放置那个石墩 还有这些铁网 就防止民众之跨县和州的边界 那这边说监查 另外一边就查获了 有人企图跨州了 夸张的是啊 这个企图跨州的人 是直接躲在后车厢 马六甲的亚罗亚野 警区主任阿尔萨呢 他就揭露说 在美兰中有一名印尼籍的女子 他为了跟在马六甲那边的 印尼籍丈夫见里面 不惜跟电照车司机串通 逆藏在这个车的后车厢 就在今天下午两点多啊 准备跨州的时候 在经过警方路障 就被警方识破 所以司机还有这个女子 是当场被逮捕的 哎 千万不要 很想要见面 但是如果夫妻的话 其实都可以通过这个合法的方式 去申请的啊 大家就千万不要这样子 办法治愈 而且是对生命很危险的 你知道没有 没错 而且大家还是要记得一件事情 今年的开战节 是不允许互相拜访的 不管你是有族同胞 不管你是穆斯林 还是非穆斯林 我们明天后天 都不要去访问别人 待在家就好了 对 然后呢 可能你可以透过电话的方式 跟亲友聊聊天哦 通讯机动媒体部长 塞富丁阿都拉今天宣布 基于体恤 民众需要在行管令 MCO和新常态下 度过开斋节 本地十家电讯公司 是联手在今晚十点 到明天的上午十点 提供国内免费拨电服务 那提供免费拨电服务的公司 就包括了有 Cellcom DG Maxys Retorn TEM Unify TM.com TuneTalk YouMobile YouDo和Yes 这些公司所有的客户 都可以享有这个便利 但是需要根据各公司设下的条规 塞富丁就希望这项便利 能够帮助大马民众 就互相的联系 还有加强亲人 跟朋友之间的关系了 那说到这一波的MCO 不像是第一次 那样采取那么严格的限制 财政部长 东郭扎夫鲁就解释说 如果MCO3.0 跟1.0那个时候 一样关闭 所有的经济领域 预计也会超过 100万人失业的 他指出 根据这个统计局 去年的数据 只有6%的打工组 所受的影响不大 而53%受到的是严重的打击 其中每三个人当中 就有一个人 没有办法支撑 超过一个月的开销 82%的私人领域的员工 存款呢 只够生活不到两个月 在B40群体的 自务人士当中 每10个人就有9个人 没有就业保障 他继续说到啊 这个商家的部分 则是68%的商家 在MCO1.0期间 完全没有收入 还有销售量 42.5%的商家 需要6个月的时间 才可以恢复元气 每三名商家当中 只有两个人 积欠6个月的债务 因此财政部长就说 在吸取教训之后 这一次的MCO 就选择开放经济领域 只是限制社交领域 无论如何 财长又说 过去宣布的各项 援助配套 还在进行中的 目前还有171令吉的拨款 会用来协助受到 关闭疫情影响的群体 而MCO3.0实施之后呢 如果有需要 政府还是会推出新的配套 东库扎弗洛也说 MCO3.0跟2.0是一样的 虽然没有自动 暂货还贷的措施 但是银行方面呢 他们还是会协助 那些受到关闭 疫情影响的个人和企业 你可以自己 去向银行方面查询了 那另外马华总会长 为加强 今天就宣布 专门为非穆斯林宗教 场所设立的 维修拨款呢 已经开放申请了 所有符合资格的 非穆斯林宗教团体 即日起都可以到 国家团结部的网站 去下载这个表格 提出申请 他说国家团结部长 哈利马呢 就亲自向他 转达了这个好消息 他也非常感谢 部长坚纳马华的建议 决定设立这样 这项拨款来协助 全国非穆斯林的宗教团体 为加强指出 这项维修拨款的 每一笔申请款项 是从5万到10万令吉 不等的 可是这个申请是 可以用在维修啊 维护建筑物 还有紧急工程等等 所以要申请的团体 可以在国家团结部的官网 也就是provide1.gov.my 那边下载网站 下载 现在下载表格 网站很难下载哦 好了 大家可以去 provide1.gov.my 去看一看详情 那说到这个MCO3.0呢 财长就说 如果整个行管令 是关闭经济领域的话 百万人会失业哦 你的看法是 你要不要猜 今天的这个比例 今天应该是百分之九十人 会觉得担心疫情吧 你真的是不了解 你跟他们脱节了 就是现在 我们新闻线的朋友 有百分之七十四的朋友呢 是点选很担心 疫情应该关闭经济领域 一段时间 其实还有百分之二十六的朋友 认为说很担心会失业 认同开放部分的经济领域的 就是一个七三的比例 对对对 一个七三的比例 确实失业这部分 很多人都担忧 没有失去工作的话怎么办 但是大家又想痛坏的解决这个疫情 唉 做好自己的 水不想的 对 我们只好做好自己的本分吧 我们只能这样讲 每一天都这样讲 那如果你自己都不做了 也没办法咯 情况会更糟 我们只好配合政府的这些政策 我是冠贤 我是湘君 提早祝你开开节快乐 好好享受这个假期 谢谢大家